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歡迎大家訂閱星電視頻道 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了星期五 我們對話何仁的 跟何仁詩生聊天 何仁詩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這個星期其實都發生了幾多事 先說和我們美國比較近的海地 海地就發生了 總統被武裝分子來行跡 而且還遇害身亡 都相當震驚 總統都被人打死 究竟這件事裏面 你又跟我們分析 觀察一下 有什麼重點我們可以關注一下 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有很多件 一個國家的總統在居所被一班人 武裝的人衝進去 打了十二槍 太太總統夫人也受傷 這件事 現在比較我自己 相信有很多人都是 比較關心的就是 到底是誰做的 當時一出來的時候就全黑 因為這些暴徒衝進去的時候 曾經是用英文 時報加援 說是美國緝毒局的 於是就 將這件事就 穿上帽就帶了去美國的頭上 美國白宮就立刻否認 我這次就真的比較信白宮 因為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你搞得要行食總統這麼大件事 總是會有些動機 某個動機 會產生某個後果 是吧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這件事發生了 對美國有利還是無利呢 我認為 美國根本就不存在要去行食海地總統 一個這樣的動機 因為這個國家 第一世 第二根本沒有影響力 就算他出產什麼都好 對美國根本就沒有影響的 所以 他這個總統存不存在 他們實行什麼政策 對美國的影響真是極之輕微 所以根本不需要 出到這些那麼大的 那麼引人注目的手段 去行食它 美國如果想推翻這位總統的話 可以說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 美國沒有一個這樣的動機 用這麼激烈的手段來處理這件事 所以我相信美國與此無關 儘管據說就是 空手裡面有兩個是美國籍的人 儘管他們有人說英文的 但是 這個肯定不會是美國政府的行為 那麼 最大的可能當然就是僱傭軍 有人 買一幫人 出錢買一幫人來行空 據說就是一共有二十幾個人 行空的二十幾個人 已經是有大部分 一部分幾個死了 被人擊敗 另外大部分全部已經是捉了 其中 有十一個 是在台灣駐海地的使館裡面捉的 當然了這個不等於說台灣牽涉進去這件事裡面 據說就是這幫人被警察追到沒地方走 又硬衝進去台灣的使館裡面 使館馬上報警 警察走來 使館准他們進去 就捉了這幫人 所以 事情到此 表面上看來就已經有多少輪廓了 到底是誰做幕後指示呢 我比較傾向於的就是 兩個人或者兩個集團 兩股力量 根據誰在事件裡面最得益的 他的嫌疑就最大 那誰最得益呢 兩個 一個就是販毒集團 第二個就是 可能會 最有機會繼位做總統的那個人 海地販毒就臭名超主 超主的 大家人都知道的 基本上就是 在加勒比海裡面 販毒的線路的一個中轉站來的 長期已經是這樣的了 由上到下 各級呢 都在販毒這個這樣的活動裡面呢 得益 不多不少都有參與的 所以總統的避息 有可能是販毒集團的 之間 的 紛争不勻 造成的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另外呢 就是 最有希望繼任做總統那個 啊 那就更加啦 這個很明顯啦 啊 啊 啊 這個動機非常之 啊 啊 順理成章啊 啊 所以這個這個人 嫌疑 最大 那無論如何都好 啊 我認為 啊 海地雖然是一個 啊 根本不是國家的國家 啊 執政能力非常之差 啊 但是 用這樣的 剝奪生命的這種手法 來達到自己的 經濟或者政治目的 啊 我覺得都是應該要受限殺的 所以 啊 這件事 稱之為 精編 啊 稱之為 啊 恐怖活動 啊 稱之為 反獨集團的 罪行 啊 我覺得 都是成立的 嗯 至於 到底是哪樣呢 似乎是要繼續 啊 查清楚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也有一個可能就是永遠都查不清的 啊 就是海地這些這樣的國家 真是 執政能力極差 啊 所以 啊 到底 將來會成為一個 永遠的迷 啊 自然也都說不定的 啊 嗯 好了 這一節呢 大概還有兩分鐘左右 跟我們說說 美軍撤出 阿富汗 那這次都走得挺徹底 真是要走的了 你覺得會是有什麼影響呢 啊 啊 啊 走的走得 啊 都挺肉酸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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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靜靜靜地走啊 啊 等於我靜靜靜地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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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了 啊 啊 啊 一大堆垃圾留下 啊 啊 一路呢 國際社會呢 都對 包括中國在 都對美國 這樣匆匆忙忙的撤走 啊 頗有微言 啊 因為阿富汗 當美軍當外國軍隊撤走之後 將個政權 啊 將個主導權交回國內的國派的政治力量來搏弱的話呢 很可能也都會產生新的一輪的動亂 所以阿富汗我覺得他的動亂 啊 並不會因為外國軍隊的撤走 就終止 反而呢 會有一段時間 會 甚至更激烈都說不定的 那麼 塔利班 我覺得 最後 掌權的會是塔利班 因為現政府可以說是廢柴來的 時間 早則半年 右則 長則 年齡兩年 塔利班 從長政權這個可能性我覺得是極大 現在問題就是 塔利班本身是原來是一個極端組織 上一次因為 實行極端的政策 已經是吃過一次虧了 那這次會不會聰明一些 有沒有成長到有沒有長大到呢 現在未知 但是呢 就塔利班的負責人呢 就已經說了 就不容許任何國家利用阿富汗的土地來到 傷害 中國美國等等任何國家 即是說嚴肅嚴格的保持中立 那會不會是這樣呢 如果是真的這樣 能夠有這樣的智慧 這個是 中國甚至整個中亞地區 一個福音來的 也是阿富汗 國內的人的一個福音來的 畢竟 戰亂一定是破壞的 不會是建設的 好我們這次要先等下